剛才非常重要的一個故事 因為中共知道我們在這邊要為建槍廳建立而搞一個紀念的儀式 就在昨天他們中共的爪牙 從那邊因為建槍在那個地方他做過義工就是香港自由那個香港的雕塑那邊他做過義工 但是他們給他砸碎了 並去拿到了這個紀念碑六四紀念碑下面向我們示威 而且把兩個攝像頭也撿了 那麼這種雕糧小技 這種邏輯的行為是不齒的 他們來到這邊來到了一個文明自由的社會 他們並沒有用文明的手段來解決我們的爭端 他們用這下沙亂的砸了丁建強 那麼多的牌子他們就砸了丁建強 可知這不是其他人所謂 就是中共所謂 而且到這邊把那個英文寫的紀念六四的那個碑給反過來扣在地上 跟這一堆東西丟在一起 那麼我們就在這邊 來這邊就是首頁 我想你們來吧 放我們過來吧 我們愛好自由的人們是不怕你們的 因為我們是正義的 我們在正義的一方 你們是一批硝小之人 是一個沒有前途的一個獨裁專制的那種雷仗品 我要盡量你們 民主自由浩浩蕩蕩 支持世界潮流 我們愛好自由民主人士 不會被你們這種這種手段 握住我的手段所嚇倒的 我們這邊我們團體在這邊一起 向你們吶喊 向你們發聲 不要再搞這一堆小動作了 民主自由將會在中國大地實現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